又失误了 看福建赵泰龙来一个双手报扣好球 看王志林对着两位老大哥好的比赛开始 行将队在主场拿到了第一次进攻球权 赵泰龙掩护杀进去再给哈里斯 中距离来一个好球 哈里斯这个投篮 就是马空切 而且球道人道啊 整体配合对新疆来说 赵泰龙造成了新疆的犯规 在国内这几支球队 争冠军团中不输任何 所以说一旦 布拉切能够季球赛回来的话 更多这个全球够危险又失误了 看福建赵泰龙来一个双手报扣好球 赵泰龙突破分球再给王志林中距离来一个好球 失误还算比较少 也是 李之道带队 至军有方 看看好球赵泰龙 他可以突 提拉 亚当斯 上篮没中 看外线水花 这个球没扔 再给赵泰龙 这下该扔了 好球 这种机会啊 赵泰龙不会放过的 看一下 再给赵泰龙 外线直接拔一个三分 好球 这水花兄弟 看一下李江华 再给赵泰龙 直接往里杀 够凶的后球 这个球干扰球 今天单外独扛 外线赵泰龙的三分 水花兄弟 开了 赵泰龙直接拔一个三分 好球 还了一个 看看福建能否打快 好球 赵泰龙 今天扣了俩了 再转一球 这个球传的太随意了 偏小 直接被陈林坚给断了 再给外线赵泰龙 追身三分球 漂亮 这连续连中了四个三分吧 福建队 转换进攻 能否抢到球 这个球不错 田桂森 抢得很积极 看一下赵泰龙 再给球 田桂森 都出来一个三分球 好球 孙童林 补上来了 好球 漂亮 看陈林坚 这个球没有直接投 赵泰龙三分打板命中 这有点运气成分 一旦王哲林 外线双枪 能够成熟一点 稳定一点 配上俩外援 这个杀伤力巨大 那么今天新疆队 还是在主场 战胜了福建队 虽然遭到了 比较大的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